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角色 新的能量 新的活力 我們一定要好好聊一聊 國藝 你好 你好 小鬍子好性格喔 對啊 為了這次角色特別準備 原本是整圈像劍尾那樣子 哇 那 但是因為我沒辦法留到像他這麼密 所以最後 結果決定之後 就來為一個小鬍子吧 一小撮是不是 對 跟以往的角色比較不一樣 那國藝就是可以跟我們聊一聊 這一次的角色是什麼呢 我這一次在《麻醉風暴2》裡面 是一個角色名稱叫做熊森 他是一個別人眼中的天才外科醫生 OK 大家都叫他熊仔仔 是兔仔子的仔 看起來是一個欠揍的傢伙 對 顧名思義的 他會是在這個醫院當中的 一個令人頭痛的人物 因為他不管體制 他也不管醫院的營收 他也不管什麼DRG什麼健保 對他來說 病人來到醫院 他就是我的病人 我要用最好的資源來救活他 讓他健康的出去 所以初期他會在醫院當中 是一個算有點橫著走的角色 令大家都有一點傷腦筋 該答這個人怎麼辦 又愛又恨的感覺嗎 對 OK 很期待 那耿如咧 耿如這次的角色是什麼 這次的角色對我來說其實很挑戰 因為他是一個週刊的記者 然後跑醫療線 所以我常常會在醫院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然後他屬於敏銳度很高 就是抓到一個蛛絲馬跡 他可能就想要深入調查 然後就是變成一個很有爆點的新聞 哇 記者 所以等如有做什麼樣的事前準備嗎 身為記者 因為要加入這次的記組 其實我和國力都還蠻緊張的 所以做了很多功課 除了角色開花的表演課以外 然後我們有跟著記者去實習 跟著記者去跑新聞 對 然後 譬如說我有跑到立法院 是我第一次就是他進立法院 然後還有看記者開週會 大概是什麼樣的樣子 哇 所以就是現在也是 一直讓自己身為一個記者的狀態 來做這件事 對 那國藝雷 天才外科醫師有什麼特殊專長 對 哇 這一次真的是 紮紮實實地做了很多檢治的準備 包括 收到很多醫生還有很多醫院的幫忙 對 然後也在手術室 也在急診室當中實習 然後 除了從旁邊看以外 我們自己也實際的下去操作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到時候在拍攝 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多少 但 保證我們自己全部都是盡了全力 來做這次的準備 希望可以 忠實地呈現這個環境給大家看到